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 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三节 大卫说 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 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 当我们不从人的情欲 只从神的旨意 做了正确的选择 就会在别人的生命中产生正面的影响 愿主天天用他的训言引导我们 使我们走在和他心意的道路上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谨慎之道 我们思想谨慎之道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真言第三章 十九到二十六节 九月圣经真言第三章 十九到二十六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现在听首诗歌 《灵娇和甘美》 灵娇和甘美 喜乐和风云 安息在住永久邦闭中 复制和全美 平安和回宫 安息在住永久邦闭中 安息 平安息 平安闻 平安闻脱为先远离 安息 安息 安息在住永久邦闭中 师徒多见弦 靠住就安全 安息在住永久邦闭中 月走 月走 月光明 如日在终点 安息在住永久邦闭中 安息 安息 平安闻脱为先远离 安息 安息 安息在住永久邦闭中 我不去危险 已不为艰难 安息在住永久邦闭中 旧主长同在 我有大平安 安息在住永久邦闭中 安息 安息 平安闻脱为先远离 安息 安息 安息在住永久邦闭中 安息 安息在住永久邦闭中 安息 安息 平安闻脱为先远离 安息 安息 安息在住永久邦闭中 真言第三章 十九到二十六节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 以聪明定天 以知识使深渊裂开 使天空低下甘露 我儿 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 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 这样 他必做你的生命 景象的美事 你就坦然行路 不致碰脚 你躺下 必不惧怕 你躺卧 睡得香甜 忽然来的惊恐 不要害怕 恶人遭毁灭 也不要恐惧 因为 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 他必保守你的脚 不陷入网罗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真言第三章 十九到二十六节 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 以色亚书 四十一章 第十节 旧约以色亚书 四十一章 第十节 经文说道 我必用我公寓的右手扶持你 以色亚书 四十一章 第十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 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 以色亚书 四十一章 第十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我必用我公寓的右手扶持你 以色亚书 四十一章 第十节 继续 请听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谨慎之道 脚不谨慎 以免摔倒 这是明哲保身的上策 喜爱刺激 好勇斗狠 则非明知之举 基督徒假如缺乏一股特殊的力量支持 必然会每下愈眶 然而 神的右手是他们以身的支柱 他不仅用手扶持 而且是用灵修的右手 恐惧是我们的致命伤 喜乐则是我们的定心丸 凡是神所支持的人 魔鬼无法撑寻而入 神会紧紧抓捞我们 说我们不致摔倒 我们最大的危机就是粗心大意 关于这一点 主耶稣已经提醒我们 要请行祷告 虽然我们并没有完全摔倒 但只要稍微划施一小步 就是大忌 因此 我们每天都要步履谨慎 一步也不可大意 使那能保守我们不失脚的主 能得着荣耀 有些人跌倒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 路上的乱石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 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 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 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 欢迎继续收听 孙大宗主持 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 谨慎之道 这个题目 基督徒行事为人要谨慎 彼得说 勿要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入洞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和谨慎为友 跟随的人很少 但与愚昧作伴 跟着他的人却很多 神的儿女首先要在话语上谨慎 真言十七章二十八节 所罗门说 愚昧人若静默不言 也可算为智慧 闭口不说 也可算为聪明 幼稚的人急于开口说明他的愚蠢 省身的人则懂得保持沉默 这就是他的智慧 美国总统林肯有句名言 宁愿沉默而被人认为是傻子 也比说出来叫人不再怀疑你的愚昧要好 你容易说错话吗 不仅是那言行费事甚短 却能带来终生的遗憾 古人说 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罗伯安讲了一句不该讲的话 说他失去以色列的十个支派 哪天他要怎么后悔 要怎么难过 无论如何一切都太晚了 所罗门说 紧手口的得保生命 大张嘴的必至败亡 做什么事情之前先想到结果 一个通达人明白因果关系 深深的去做 真言二十二章第三节 所罗门说了 通达人见祸藏躲 于蒙人前往受害 真言十三章十六节 所罗门又说 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 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 真言里边充满了谨慎行事的智慧 一个处事精明的人会按知识而行 愚昧人则显露自己的愚望 精明人的智慧能分辨自己的道路 愚昧人的愚望却欺骗自己 自己骗了自己 自己害了自己 精明的人知道要到哪里去 会想清楚 会有这方面的意识 愚昧人却活在自欺里 结果就失迷了 活在错误中 谨慎的人会衡量每一个因素 然后做出尊重别人的决定 并加强对政治的委身 会运用智慧来避免有害的态度和言行 而不谨慎就准备要付学费了 以色列人攻向爱城以后 品尝试试了即便人带来的一些食物 没有求问神 他们以为凭着常识跟经验就够了 不需要祷告求问神 这是过度自信的表现 圣经说 于是 约束要和他们讲和 与他们立约 容他们活着 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启示 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 过了三天才听见 他们是近邻 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 这时候生米都煮成熟饭了 不能再反悔了 只能忍受全会中的怨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只看事情的现象 要灵巧地洞察真相 你要知道 现今的世代邪恶 碰到狐狸 你一定要学会灵巧 真言十四章十五节 所罗门说 于蒙人世话都信 通达人 步步谨慎 神的话语不是只写在圣经里 要我们天天拿来用的 以色列人要跟人立约 怎能不求问神呢 怎能不祷告呢 怎能不仰望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 谨慎的人不把自己交给堕落的本性 而是知道怎样行能讨身喜悦 成功的人细心留意 失败的人粗心大意 在瑞士 曾经有一名火车司机 因为粗心大意 使乘客错过了目的地 事后亲自开车将乘客送回家 据报道 这三名乘客乘坐 从博尔尼开往弗莱堡的火车 本来中途要在叙利终点站8公里的小站 迪根丁下车 但与火车司机忘了停车 使他们错过目的地 粗心的司机事后 向三名乘客表示的歉意 并且答应 会用他私家轿车 把乘客一一送回家 还好只有三名乘客 如果当时有30名或300名乘客 怎么办呢 这名火车司机 虽然在瑞士铁路系统工作了32年 依然大意不得 很多时候我们就因为太过自信 死不仁说 我们最大的危险就是自己 我们软弱的双脚太容易滑跌 让我们求神给我们更大的道德勇气 能克服这个弱点 我们不小心跌倒 是因为没看见 挡在路上的石头籽 所以求神赐下敏锐的灵 让我们看清楚罪而躲避它 我们跌倒之处 往往就是自认为最刚强之处 因为我们在毫无设防 甚至毫无警局的情况下 就犯了罪 司不仁说 我们致命的危险就是我们粗心大意 但神已经提醒我们 要警醒祷告 用我们今天走得平稳 丝毫不滑跌 甚至脚也未曾扭到一点点 最终我们的高唱 它比保守我们永不失脚 丁姐妹 要紧慎脚步 不要粗心大意 圣经把人们的成功和失败 记载下来 作为我们的见解 成为我们今天的教训 提醒我们 要在神面前心存谦卑 不要因为有一点点成就 就沾沾自喜把神摆到一边 神阻挡骄傲的人 虽然给谦卑的人 并且他赐更多的恩典 很多失败就是因为我们不够警醒 轻忽了 没有艰辛倚靠主 你说上一次我靠主得胜了 这一次我就自己来吧 当你决定自己来 决定靠自己 马上发现你会误判行事 你要小心 因为大意往往就在成功之后 你要晓得 我们一生一世都处在树林征战的状态 就像一个踩着石头过河的人 不能片刻松懈 因为一松懈就掉进河里头了 我们要时时警醒 主是葡萄树 我们不过是枝子 若离了他 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 大卫有美好的灵性 诗篇131篇第一节 大卫说 耶和华啊 我的心不狂傲 我的眼不高大 重大和测不透的事 我也不敢行 圣经记载 大卫求问耶和华最少有八次 你要知道 撒旦的试探和攻击 在我们一生中会不断的进行 仇敌可能从任何地方来 用任何形式来 他不会举着牌子说我来了 他会暗暗的扶在门口 等待机会 因此你要谨慎 察觉恶者的诡计 所罗门曾经幽默地形容 人们的粗心大意 比如真言26章17节 他说 过路被视激动 管理不甘挤的征镜 好像人揪住狗耳 为何去躺 是不甘挤的浑水呢 紧身的人会避开 会明智地预测 什么情况底下 怎样的行为带来什么结果 因为先对行为的结果做出预测 就帮助他不意气用事 而是能好好地控制情绪 真言12章16节 所罗门说 愚望人的恼怒历史显露 通达人能忍辱藏修 真言19章11节 所罗门又说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宽恕人的果实便是自己的荣耀 弟兄姐妹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懂得权衡轻重 知所先后 明白前后的因果关系 处事要灵巧谨慎 耶稣说 你们要灵巧像蛇 训练像鸽子 马太福音10章16节 主差我们 向羊进入狼群 能够不谨慎吗 巴不得 主的话常在我们心里 时刻引导我们的心 不要心里刚硬 随自己的寂寞而行 要随着信主的年日 对事情有更深刻的见解 并且更懂得 约束自己的心 更多的祷告 保罗说 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 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 七店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诗系6章36节到40节记载 七店对神说 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 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 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河场上 若但是羊毛上有露水 别的地方都是干的 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 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 次日早晨 祭奠起来 见果然是这样 将羊毛挤一挤 从羊毛中拧出 满盆的露水来 祭奠又对神说 求你不要向我发怒 我再说这一次 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 但愿羊毛是干的 别的地方都有露水 这夜神也如此行 毒羊毛上是干的 别的地方都有露水 神回应祭奠的祷告 让他得到印证 诸葛亮也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人说 诸葛一生为谨慎 保罗在书奉剑的事上 格外谨慎 特派有公信力的信徒去处理 因为他留心行光明的事 不但在神面前良心无亏 在人面前也能够让人信服 保罗深知金钱的试探 跟因为财物不透明 可能引起的副作用 竭力避免叫别人引起误会 猜疑 好让一些好事最终能成为美事 美国知名的布道家 格培里牧师 所负责的格培里布道团 每年收到美国各地许多的奉献 他怎么处理呢 他成立了一个福音派机构 财务负责政务会 透过这样一个独立机构 来负责监督所属会员组织 在财务上有良好的操守 曾有美国最大最有名望的法律事务所 来详细评估 格培里布道团的组织 跟附属机构的财务状况 结果两年查核 他们的审核报告出来了 就指出 很少有任何组织能秉持 比这更高的标准了 或者能有更佳的财务管理了 对他们赞不绝口 格培里牧师说 美国国税局也彻底查核过我们账目 每次都赞扬我们细心处理财务的问题 因为他非常谨慎 也因为如此谨慎 格培里布道团的财务健全跟操守 他们的连结 他们正直 在众人中有了公信力 就赢得奉献者的信赖 他们晓得 他们不会浪费 或滥用神家的钱 实际情状二十章二十八节 保罗对以夫所教会的长老说 圣灵 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是的 让我们为自己 也为全群谨慎 不叫圣灵 为我们的糊涂 无知 或心中骄傲 而担忧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天语师班所带来的福 温柔的人 温柔的人 有福良 他们被承受的苦 几颗不依的人 有福良 他们被得饱足 内心情节里 看见圣灵 是任何目的 大地儿女 唯一守护地 应当欢喜 他们的圣子 大地无比 水心的人 有福良 淹没是他们的 爱痛的人 有福良 他们被得安慰 温柔的人 有福良 他们被承受的苦 畸可无依的人 有福良 他们被承受的苦 他们被得万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的 懂得谨慎行身的人是有福的 我们再回顾今天的读经 真言三章十九到二十六节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 以聪明定天 以知识使深渊裂开 使天空低下甘露 往而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 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 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 景象的美事 你就坦然行路 不是碰脚 你躺下必不惧怕 你躺卧睡得香甜 忽然来了惊恐 不要害怕 恶人遭毁灭 也不要恐惧 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 他必保守你的脚 不陷入网罗 今天的经据以色亚书 四十一章第十节 告诉我们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愿神用他的右手扶持我们 说我们欢欢喜喜 无暇无私 站在他面前 我们去祷告 主啊 你要我们敬畏你 遵行你的道 爱你 尽心尽心 侍奉你 求主帮助我们 不做糊涂人 而是明白你的旨意 持守你的真道 主啊 我们思想 我们所行的道 在很多事上不够谨慎 今天 我们明白了你的话 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 我们急忙要遵守 你的命令 并不迟言 求主用真理 使我们成圣 用你的话 使我们脚步稳当 求主将精明 跟知识赐给我们 照你所应许的 保守不失脚 请我们能够 无暇无私 欢欢喜喜 站在你荣耀之前 愿荣耀归给你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诺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苏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